这是我做的小型电焊机 很忙吧 大家好 我是光头吉店 今天我就用这个开口电源 做一个电焊机 不管是布鞋缸 还是铜天铝 它多了焊接 并且方法非常简单 大家看一下 这是真夕阳的 一个12V 6.5A的大化夹开口电 当然 如果你用14V的也可以 下面这一个是36V的 说说电压是9.7A 它的效果会更好 我先用这一个 做给大家看 准备一个碳棒 这个碳棒是一个 搞焊接的朋友送给我的 如果你没有碳棒 也不要着急 大家可以从5号电池里面 找到这样一个碳棒 这种1号电池里面也有 每个电池里面都有 电池大 碳棒也就越大 并且飞机的电池很容易找 因为这个碳棒 它的导电性能特别好 然后它又可以耐高温 在它的220V收入端 接入电源输入线 在它的输入端 接出两个演出线 引出线的正极 接这个碳棒 大家从电池里面取出来的 碳棒没有这么长 但是没关系 使用效果是一样的 我把这个碳棒也截断 用不了这么长 碳棒里面是黑色的 这个碳棒呈金色 上面有一个涂层 切好线之后 用绝缘胶带裹一下 然后在电源的负极 接一个夹子 这个时候一个简单 小型实用的电焊机 就自助完成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夹子接负极 碳棒接电源的正极 我们通电测试 先测试一下 电源指示能点亮 先搞个简单一点的测试一下 这是西施 武汉电路板使用的 用夹子把它夹起来 焊接开始 效果还不错 焊接效果很强劲 我们把这一块裂片 焊在这个不线和盘子上面 来看一看效果 大家看啊 裂片和碳棒接触的一瞬间 火花是茂 把裂片焊在不线和盘子上面 来看一看焊接的效果 这个裂片和不线和盘子 焊接到了一块 很牢固 铜贴率它都是可以焊的啊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当然这个电源的功率大 它焊接的效果就更好 比如如果我用这个36V 9.7A的大化价开光电源 它的使用效果会更好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 在选择开光电源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大品牌 资料好的开光电源 比如现在我用的是基石阳的 它做的电源是行业的标杆 我给大家揭秘一下子啊 大家看 现在我在焊西施 焊接时很逊畅 然后大家注意看 指示灯 它没有熄灭对不对 证明它的输出很正常 但是当我直接焊这个裂片的时候 这个指示灯有些时候是熄灭的 当指示灯熄灭的时候 它是没有输出的 也就是说焊接电流特别大的时候 电源就进入了保护模式 停止输出 但是只要我们松开一会 这个电源又会恢复输出 不会影响我们的焊接工作 同时又保证了电源和焊接的安全 金生阳是国产电源的行业标杆 它的保护电路设计猪权 用力非常足 所以用起来就很放心 这个我们可以做大功能的电路贴 或者电焊接下使用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一试 欢迎讨论